5月26号,尼日尔总统伊素福抵达浙江杭州,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。 当日,伊素福一行参观了位于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团总部。 参观了解阿里巴巴集团在数字经济、数字技术等方面发展成果时, 伊素福就智慧农业、智慧城市、创新及减评等话题, 与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进行了互动交流。 伊素福表示,尼日尔希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有所收获, 故目前在基础设施,特别是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有巨大投入, 希望以此实现互联网的普及,让尼日尔的城市或农村都能连接互联网。 张勇表示,在智慧农业、智慧城市及创新城市建设等方面, 阿里巴巴集团非常有兴趣与尼日尔进行探讨,并做出贡献。 在数字经济、数字技术这种跑道上,这样的机会面前, 其实世界发达国家和发达中国家是面临平整的期间, 这个世界因为互联网,世界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, 应该更连接得更紧密,应该更是一个大家庭, 整个大家的相聚,大家之间的贸易应该更有效力。 据悉,伊素福此行访问将持续至5月30号。 好! 好!